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已經是初五啦 初五的話我之前切一個粉流 有開一個小刀 今天是拆線的時間 初四其實整個過年都還蠻忙的 一大早出去之後就晚上才回來 沒有注意到先鋒服的話 在昨天有更新的訊息 不過這個更新的訊息是1月29號才更新 所以說應該是過年之後吧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次更新的內容主要是有新的英雄 綠裔的英雄叫做陶瑞絲 陶瑞絲不知道說這個英文 是不是跟綠眼線中的陶樂絲是一樣的呢 好我們來看一下 叢林吸吸者多莉他的說明是什麼樣 我們點一下 最近都沒有注意多莉的對話 在這個地方 有個嬰兒被狠心的拋棄在森林之中 然後不見蹤影 不知道說這個孩子是否還安好 所以說這是一個被拋棄的嬰兒 綠裔聯盟英雄 不過嬰兒感覺上是人類的小孩 是不是啊 好然後呢就是叢林吸吸者 然後這個是在1月29號更新之後 那隔天呢是開放他的這個賞金四列 OK好那新的活動 哎呦2月7號 2月7號是更新之後 大概一個禮拜之後吧 新的小的這個團隊影之後 眾神獵場的第四個再戲 而且是直接是正式賽季喔 那這次五人小組挑戰阿德拉克斯 阿德拉克斯的話 也是之前的這個boss 就長的有點像狼嗎 還是大大野獸 然後新的成就獎勵 一呼百應 團戰 獵團戰鬥成員在單局獲得10個觀眾 最多就是觀戰10個觀眾嘛 然後就可以獲得精美的貼紙喔 然後觀戰隊伍的友情分頁喔 會比較好看到所有好友跟公會的這個 所在獵團的這個隊伍 好然後調整的最終首領阿德拉克斯 後期的生命值 這個域外威脅喔 就是那個小小王嘛 他的戰利品也是調整的 那域外威脅呢 有機會獲得覺醒符文自選箱 還不錯喔 有的時候有一些角色這個覺醒符文 就硬是拿不到喔 好那可是我記得在那個商店也是可以買的到啊 好然後這個提升的領取獵團等級獎勵前 需要完成的個人任務難度 其實難度不是很高啊 我記得好像是最後面你要佔你幾個層 然後要打過BOSS之類吧 因為我覺得設定這個個人任務 常常是為的是怕說你這個進入獵團之後呢 然後去擺爛 然後影響到這個獵團的進行喔 好然後優化了這個觀戰隊伍的這個推薦算法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有關於群球錦標賽喔 他是在這個更新之後的隔一天就開啟的 那這一次呢有這個新增的這個狂怒戰鬥效果 每一次的這個群球錦標賽啊 現在都會有一個新的這個場地效果 我記得好像之前是怎麼紫歌盟約吧 開場20秒不能使用必殺技喔 然後英雄最多使用兩次必殺技 那不知道說這一次狂怒是什麼樣的狀態喔 那另外我們可以看到喔 新增了一個新鑽的這個段位 然後提升了大師以上段位的獎勵 這個新鑽的段位不知道是在大師前還是大師後 因為我們知道說這個大師之後是傳奇嘛 然後傳奇的前100名 前200名300名500名這個樣子 那這個新鑽的這個段位呢 是在鑽石之後嗎 這個不是很確定喔 因為以目前來說呢 可能很多人都是到了大師之後然後就休息了 所以是不是官方想要再多加一點這個變化性呢 因為傳奇雖然說加了好像加到2000位 其實還是還是競爭的非常激烈啊 好那我們來看齁 第三個獵魔手技 獵魔手技我覺得我覺得比較有成就感一點齁 因為上次那個那個什麼 獸靈藝文真的太難了 新的銀脈之亂 然後要通關33張之後呢就可以參加挑戰 也是一樣齁 是這個為期28天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齁 好然後施射禁達在這個2月1號齁 然後施射禁達就是固定的活動嘛 然後新的奇蹟太解副本齁 第一桶金這也是固定的 那奇蹟滿有遠古封印 好然後祕寶小灣的新的一輪齁 每個月固定的 那新增活動視頻齁 這個SP光法的這個齁 看完影片之後呢就可以獲得獎勵 好然後這個驚險遠航齁 就是那個新的入口 獵魔手技的這個獸靈藝文 將調整為個別計算 原本不是個別計算齁 天啊 每周各有80次的這個挑戰齁 然後獸靈藝文的玩法 將不再受到這個冒險者的共鳴水晶等級影響 同一調整為360級 降低了這個獸靈藝文的玩法中 雪地紅影的章節部分關卡難度 我現在好像才推到21關而已 希望說這個先鋒斧的角色也可以快快把全部都推完了 好所以大概是這樣的話都沒有什麼新的機制 都是一些舊的活動 好然後呢 英雄的調整個優化是失刻了一個 某些情況下 有軍位處於敵方半場 技能達陣先鋒提供效果異常 是指說有軍沒有到半場 結果呢這個達陣先鋒 因為是要在敵方半場才會生效嘛 然後也跟著生效嘛 這個不是很確定的 不過應該是影響不是很大吧 好那這個就是先鋒斧1.108的這個更新公告 那我們就等過年後 1月29號更新 然後才可以看到這個 新的這個綠翼的英雄 OK那最近沒有什麼特別事 就是在打這個什麼亂石之境 不過亂石之境呢 有這個自動戰鬥也是很偷懶 我就直接把它放 看大家都已經400層了 不過我這一次呢 就是把它放到掛網 掛到這個重置結束之後呢 結果只有到387喔 那我使用的隊伍大概是這個樣子 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看一下 好就直接重來好了 因為我就直接把手機放著 然後把所有的這個回溯次數 全部都給他用上去 好386 OK 來看一下我的這個 基本上就是什麼 油戰斧 這個樣子 好 選一個 隨便選一個 好 我的第一隊 也沒有第一隊啦 反正就是換著用 一隊是獅子 SP的獅子 然後呢 是個艾茲跟鳳凰 然後一隊是這個 這個 佐拉絲 真的跟這個鼠炮 當然最重要的是帕爾末 好 然後再一隊的話是 愛奇歐梅林 然後那個 SP的梭麗絲 跟母獅子 然後最後一隊的話是 哇 我的SP 終於上場了 再加上東宏女士 然後還有這個 往生騎士 但這一隊我覺得 我覺得這一隊常常翻車啦 就是說 死個一隻啊 兩隻啊 所以我覺得這一隊 我可能還要再 再調整一下 好啦 那這個影片就到這個地方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見拜拜